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9月14日最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竞选团队主席马纳福特在华盛顿联邦法院认罪 承认针对他的两项指控 路透涉衬 马纳福特承认犯有密谋叛国罪和妨碍司法公正罪 他还同意被没收一些财产 彭博涉衬 认罪后 马纳福特可避免接受第二次刑事审判 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会配合特别检察官穆勒队有关俄罗斯干涉选举的调查 2017年10月30日上午 马纳福特向联邦当局自首 据此前媒体报道 马纳福特涉及的第一起案件 8月21日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拉的联邦法院开庭 当时法官裁定他银行诈欺 税务诈欺及隐秘外国银行账户等八项相关罪名成立 这是通俄门调查特别检察官米勒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 十眼生的首起审判案 主审第二起案件的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杰克逊5日表示 在第二起案件的审理中 检方可能会在庭上提出第一起审判案使用的相关证据 但不准让陪审团听取有关马纳福特被定罪的情况 马纳福特第二案将于9月17日进行陪审员临选 24日进入开审陈述程序 届时他将面临7项罪名指控 包括共谋 期前 密谋叛博 未一规定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不时陈述及干扰证人等 马纳福特的辩护律师曾希望第二案能移到华盛顿之外开庭 因为担心如果在民主党重镇华盛顿受审 审怕结果会有所偏颇 但杰克逊对此表示 他计划驳回这项请求 因为对华盛顿陪审团政治关系怀有疑虑 并不构成以审的合法基础 马纳福特多年来担任华盛顿说客 他在2016年3月至8月曾为特朗普竞选团队效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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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顿